就是刚扎的那一瞬间是有一点疼的 就像打肌肉针一样的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新 那现在呢 西云疫情背景下 全市的临床用血呢 开始告急 既然涉血液中心呢 也发出了这个唱译书啊 就是呼吁咱们的爱心人士 可以去献上一份爱心 然后这个过程呢 是由咱们的这个爱心车队 进行专门的接送 小新呢 也专门报了名去参加一下 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现在呢 爱心车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我要去献血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凉血压了 需要踩一点血 然后先去化验一下看看 我的血液是否符合献血标准 在上献血车之前 是需要进行这样的消沙的 我现在已经成功的到献血车上来了 现在接下来就要开始献血了 这个止血带现在绑在这准备扎针的时候 我的手有点麻麻的感觉 但是这是正常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卢老师就是今天一个爱心人士献血的一个情况 卢老师今天是有多少个人过来献血呢 今天虽然是在这种疫情特殊的时期 总共过来了有六个人 分别有全血有机材血小板 到目前为止的话 血小板已经采了有五人份了 全血已经采了有两人份了 那就说明大家还对这个就是风险爱心这个事还是尽力都可以来完成 对对对因为血液的这种用血的话是比较特殊的 它真正的是为了去挽救生命 所以尤其是血小板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是特别特别紧绝的 也是特别就是说病床上的病人也是特别需要去用血小板真的是去救命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献血者爱心献血者在这种特殊的时期 想尽了各种办法来到了我们的这里来参加无常献血 真的非常感动也很感谢他们所做 在这种特殊的时期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来为需要帮助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毕竟呢适当的献血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这是我的献血症 每个人都能公立的 因为牧师有 miles